好凉快啊 你怎么知道我缺这个啊 我早就想买了 蚊子咬的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真是 回头买点驱蚊水 挂个蚊帐吧 好啊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还行啊 明天还有几个公司要去面试呢 现在不靠谱的面试也多 自己留个心眼 别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啊 你以为我是傻子啊 有时候你还不如个傻子呢 傻子饿了 你这也做不了饭啊 回头我给你买个电磁炉吧 出去吃吧 想吃什么 小中包 走 走了吗 对吧 安娜怎么样了 就那样呗 来 谢谢 谢谢 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了 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没工作又没钱 我觉得自己可失败了 你啊 不用那么悲观 多吃点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 这就要对你好啊 对啊 我以为你知道这件事以后 就不理我了呢 没想到 你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来看我 现在 还请我吃饭 没办法 谁让我谈上你这么个朋友呢 但是我觉得自己 不配当你的朋友 你替李摩头干这个事 其实我能理解你的处境 那你呢 我也是一样啊 你看 要不是认识安娜 我也进不了公司 要不是因为我是安娜的朋友 余总 连多看我一眼都不会 你是这么想的呀 你以为的 嗯 我以为你 约过什么 没什么 吃饭买 好坏你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连最起码的写作常识都不懂 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我给你的大纲是这样的吗 你不是让我展开想象力 尽情发挥吗 那也得有个边啊 一个好好的男主角 怎么就变成吸血鬼了呢 你以为我让你写暮光之城啊 我只是想把男主人公 写得像德古拉伯爵那种 英俊 高贵 然后又很痴情的那种男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给我重写 全部重写 对 可是我怕来不及啊 什么来不及 那就别睡了 二十四小时跟我连轴转 要不然学歌呀 干脆辞职别干了 我重写 我说这小说写得没有原来有意思了啊 把马兰西亚那主角写得跟吸血鬼一样 真没劲 我觉得挺好看的 如果马来西亚男主角真的是一个吸血鬼 没准他会把那女的也变成吸血鬼 那就太扯了 我不喜欢这种湖边烂造的东西 我倒是希望马来西亚男主角是真心的爱雪儿 可能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 才欺骗她的 这故事太老套了 世上哪有那么纯情的男人啊 好 你好 我是本科的 等消息吧 等消息吧 别忘了 对 来 等会儿多包 来 这边说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好好好 在这儿 好 站住一半 躺近一点 这儿 近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你好 有卡吗 麻烦你把车号报一下 我不是来洗车的 我刚才路过 看见你们门口贴了一张牌 我想问 这儿还招人吗 我们现在只招洗车工 你看我行吗 你 你以前做过吗 没有 但是我可以学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